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OPPOREAL快乐大本营我们是 快乐家属 好今天我们要聊到一个让人很愉快的话题 人这辈子最不能缺的是什么 朋友 娜娜好像不 那倒是 有啥别有病啊 呀呀呀 你最近的腰还好吗 因为我的腰扭了 牛腰啊 去闹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的在我生命里留下这么重要的位置 现在就是每个周末的时候我都跟他私婚在一起而且一过就过十二点 到很晚都不回家 你经常这样吗 其实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看他比赛嘛 后来呢就没有想到他会来参加我们台这个天生一队 真的这位朋友唱的很好 我们掌声欢迎杨宗伟 从翘课参加选秀 到小巨蛋开唱 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他称霸台湾第一选秀 超级星光大道 多次击败林佑嘉 肖敬腾 成为歌声传奇 二十三的满分 安中了 他在出道当年 就调量金曲金钟金马奖表演 潇洒现场 被他演绎的歌曲 都再次登顶KTV排行榜 被疯狂传唱 我没盼自己 成立的期盼 这么重的领悟 这是我的全部 爱你怎么得了 星夜的你应该明了 她是台湾歌坛之光 杨宗伟 一颗永远让你过瘾的表情 你好 大家好 条件都一发快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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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得太晚 梦太平凡 别来烦 请你帮个忙 独自弥难 天都快亮 我又回想 无尽无尽的夜晚 不打烊的小酒馆 没有人急着回家 没有人想各自回家 偶尽旧 能忍无尽 柔毕尚伦 那么困难 柔毕尔虚伦 那会碰口 incap简 ille terrified entrepreneur 龍 Head 我很难 欢迎 你都认识我们对不对 我知道你好像还蛮看湖南卫视的 对 你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你先跟观众打招呼好了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我姓杨 我叫杨聪吴 第一次有听到艺人介绍自己是我姓杨 不是之前我是 哈哈哈哈 哎这样好了 那个说一下你心目当中的我们五个人好了 我觉得海涛他是 他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 我会把他看待是我自己的弟弟一样 对 我爸 哈哈 你爸不是黄柏吗 不是 我说我爸不是我爸 黄柏是我爸 你是我爸 你看他都知道黄柏是你 你爸 我真的有在看 我追最近的节目 对 他声音乐就有他不同的感觉 我现在还在 每天在听他唱的那个心不了情 我也常常会模仿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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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一下 来 回忆过去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为何你太乱 波动我心跳 爱你怎么的了 今夜的你应该明了 原难了 你等我腰好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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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今天 先不从音乐聊起 我们先跟大家揭露一个 杨泽伟的大秘密 谁可能也想不到 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类型 不是音乐类的节目 也不是娱乐类的节目 他特别爱看 相亲约会类的电视节目 刚好啊 何老师跟维加都在主持啊 我主持的叫什么 我们约会吧 维加主持的呢 称心如意 那有没有就是口号 节目的口号 我们约会吧 美帝全钢豆浆鸡 姐姐姐 对对对 是有孔大奥 被出赞助商的名字 那真的是铁粉了 有对哪个女嘉宾动心过 或者说 我希望她牵手不成功 留给自己 没有 我只希望就是她不要牵手那个男嘉宾 哈哈哈哈 哎你记得 他也不用不用留给自己 只要他不跟别人牵就好 哎那你还记得就是跟云彩哥 他们那一波有一个那个 就是国外回来的一位吗 就是有一位国外回来的那个 那叫怎么说 Johnny Johnny 哈哈哈哈 他现在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了 没看过了下一个话题 哈哈 Johnny是谁 让我们回到那一天 去认识一下这位朋友吧 大家好我叫Johnny 翻译成中文是Johnny 我今年29岁 来自洛杉矶 我在一家电子公司做经理 我的交友宣言是 爱情就像尿裤子 大家都看得到 可是只有你自己感觉得到 谢谢 大受欢迎的他 却竟然灭掉了全部的灯 打 王伯珊呢 我觉得他心里是一个特别 特别有数的人 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就是就是有一首主题歌 叫做 叫 我依然爱着你 哈哈哈哈 怎么样 谢谢啊 这样好了 我们现场模拟一个 我们称心如意吧 这样一个节目 让你来当一个来宾 好不好 就是你来相亲 然后呢 这边有两个相亲的对象呢 约会的对象就是娜娜和吴欣 然后娜娜 都要扮演一下 扮演一下 台涛是欣欣跟娜娜的闺蜜 哦 这样 我们称心如意约会吧 欢迎各位 带爸妈来约会 带闺蜜来约会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 我们今天的唯一一位男嘉宾 她呢 这个远道而来啊 从宝岛台湾来到我们湖南长沙 一方面呢 她希望用她的歌声呢 为孩子们募捐校车 另外一方面呢 她也非常希望此行呢 可以带一个女朋友回去 我们家里面还有天生一对啊 好多节目 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唯一的一位男嘉宾小伟 欢迎杨宗伟先生 哈喽 大家好 好棒哦 好 来 欢迎你 两位主持人好 小伟 你好 你好 单身多久了 好 蛮久了 从进来这个圈子就一直单身到现在 OK 好 首先请你做自我介绍 并且说出你的爱情宣言好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杨宗伟 我的爱情宣言是 如果我们之间的爱情距离是 五步 我可以走三步 其他两步 你让你走就好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小伟同学 我 我昨天下午教你的不是这样 是说你我之间距离如果有一百步 你只用走一步 剩下九十九 他让我来走 这女的怎么又都还是多走了一步呢 一共就五步 他只跟走三步 对 你的腰也扭了 你爱走不走 好 我认识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好不好 首先来第一位 我知道怎么介绍 嗯 大家好 我是一号嘉宾 然后来自沈阳 叫小新 然后我今天想找到心目中的白马王 我依然爱着你 哈哈哈哈 ok 好 好 下面这一位来 二号来 小二来 小二 哎 客官您吃点什么 哈哈 太服务了 小二 哎 胡唱 介绍一下自己来 哈哈哈哈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 还有小伟 我为大家介绍我自己 这个女嘉宾是有点做作 哈哈哈 你要稍微忍受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文 哈哈哈 因为我本身很文静 所以我叫小文 哈哈哈 后面那位是 好 来来来 各位主持人好 男嘉宾好 各位闺蜜好 我是他们的闺蜜 我叫布娜娜曼 那我想问一下 从你边问一下 你觉得来自台湾的杨泽伟先生 适合你的两个闺蜜吗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他刚才动了一下 我觉得他腰不错 I want to love you 哈哈哈 哦 腰交好低 为了让大家更详尽的了解我们的小伟呢 我们也准备了第一段VCR 来 请看一下 暗示她的一些生活账 哈哈哈 谁这么坏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我好熟哦 我就是当中一直在学这个 满鱼 哈哈哈 好熟 此时不应该有掌声吗 这个难过好见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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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你像圆谋人吗 哈哈哈哈 以前淘金银姐太好了 这样讲 你这个节目很很过分哎 你会翻脸吗 你会生气吗 太好了 还好 我本来就不帅啊 那个吴欣说是历史课本第二页 哈哈哈 高一高一第二页 这样好了 那个我们今天女嘉宾看过她的这个基本资料之后 有什么问题想问她呢 首先我们问一下小文 坐下就好了 哈哈哈 我想请问一下 一期节目一个嘉宾够吗 哈哈哈 OK 好 下一个问题 哈哈哈 好 来 小文 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 不用扭 直接说就好 这个节目要只有一个女嘉宾就好了 哈哈哈 那就直接配对就行了 哈哈哈 我想有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 女朋友 和你的表妹一起掉到后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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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救一个 我的女朋友跟我表妹啊 她当然是救我女朋友了 表妹那么不重要吗 她毕竟还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 表妹非常重要 但是我会把她训练的非常好 她就会变得很贵油 我不用担心她 哈哈哈 表妹刚掉到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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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欣欣 那男嘉宾 如果是你的女朋友 和妈妈同时掉到河里 你先救谁呢 我以为是救我女朋友 以后我又会把我妈训练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是你妈妈带着你表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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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坚强 那请问男嘉宾 那请问男嘉宾 如果我跟你女朋友 掉进河里面 你先救谁啊 谁都不用救啊 因为你掉进水里 她女朋友就被抛在岸上了 哈哈哈 一时之起千层 哈哈哈 我想请问 再我请问一下 好 来 小文 如果海涛掉进河里 你有三种选择 一 去唱KTV 二 去看电影 哈哈哈 三 去春游 你选哪个 哈哈哈 我觉得我三个应该都OK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我要问这位男嘉宾 你最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呢 哦 哇 好难说 我觉得很多都不错 像 像 蜗啊 黄蜜啊 我觉得都很好 对 这两个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哈哈哈 好 来 闺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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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 你你上一段感情是什么样的 然后 因为我就可以 大概知道你对待我的闺蜜 大概会使出多大的力气来 上一段感情 不会 也不会嘛 对不对 也没有开玩笑 因为后来那个女生她结婚了 她也不是 也不是跟学弟 也不是跟 OK 这样好了 你也可以反问我们女嘉宾 好 我想 先问 先问吴欣 好 先问小欣 来 如果 假设我们今天交往的话 那 你觉得怎么样对待我是最舒服的方式 怎么样对待你是最舒服的方式 比方说你希望我为你做些什么 你会比较 你会做菜吗 我会做菜 会做泰国菜吗 不会做泰国菜 哦 那可能不太适合 因为我这位闺蜜今天是来找他们餐厅的厨子 走错了 那 请问小文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小文是 如果我们两个交往的话 什么 如果我们两个交往的话 你介意我有婚室吗 你介意我现在已经结婚了吗 在这里我们也跟台湾来的这位嘉宾 报告一下目前场上的情况 一位是来找厨师的一位已婚 那今天唯一可能跟您牵手的就是闺蜜了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最后的我们的这个结果了哈 尊伟先生那个 你可以过去挑选一个你想要牵手的对象 好 两位请做出邀请的手势 我这属于犯法吗 哎 你是在演了 你又不是娜娜 你是小文嘛 小文 哈哈哈哈 好 尊伟先生 我们大家一起倒数五秒之后 看看他今晚这个最大的悬念好不好 好 来 先进广告吗 啊 不要了 先进一段广告 快日鸟运动快乐 我们五个月 我们五个月出来了吗 三 二 一 一 你不晕哪 OK 好 真的好感人的表面 来 来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诚意舞王现场化身 男版蔡依林 真的好有诚意 他专攻的是蔡依林路线 就有一种得意当中 又带着敷衍的感觉 这样的舞你看过吗 这样气质特别好 大卫王PK 杨宗伟视饺子如性命 送给你在乎的人 杨宗伟舍不得送呀 送之前还是吃了一个 杨宗伟代表百名债主来追债 谁都借啊 你是作为股东来了吗 更有啊啊啊啊啊 科学实验站 经典游戏再升级 金线密奇 另类飞行大赛 大家又将如何订队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杨宗伟 你 猪猪 不要走 不要走 三十六度七 哈哈哈哈 一跳就舞蹈就三十六度七 哈哈哈哈 我了解了 荷尔蒙 小心 快 把它当浇你 快快快 来来一段 如果刚才说 我不是找厨师的 你会选我吗 37度5 成功了 功不可没 你早知道这个 何必用棉被 钟伟看来对他体温身高有效的 还是女人 好我们掌声欢迎杨宗伟先生 你娃娃 一个你娃娃 她有那鼻子 也有那美貌 最怕不说话 你娃娃 你娃娃 一个你娃娃 我做她爸爸 也做她妈妈 永远爱着她 当你唱到 我做她爸爸 也做她妈妈 永远爱着她的时候 真的 善然泪香 就没想到你拼了那么久 跳舞娘什么 就是为了唱一首 泥娃娃 刚才是翻滚的温度 就是叫翻滚吧 大胃 熟悉杨宗伟的歌迷知道就是在 刚刚比赛完之后 其实有一段很黄金的发展期 但那段时期其实中尾比较少的一些露面和表演 你那段时间的作息大概什么样子呢 我其实很早就睡了 也说没有什么事情 我可能八九点我就睡觉了 几点起呢 大概三四点 然后就去运动 早上 八九点睡三四点起床 那你一天好长 你这个时候应该睡觉了 还好工作的时候就还好 所以天生一队每天都是十点多才开始直播 如果对你来说那一直是个梦一般的节目对不对 我尽量把我眼睛张大 哈哈 他 他 你他有几个非常爱吃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他爱喝水 特别爱喝水 以至于就是 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他的团队就特别像那个 就是水贼 你知道吗 就看这个演播厅到处有水 就是走到哪儿就 c一包 c一平方的包里 一箱 一箱 他一口气能喝一整箱的矿泉水 除了水呢 他喜欢吃什么 很多耶 水饺 所以一定要带水子就对了 就是 像什么那种鱼丸类的啊 这边是叫鱼丸吗 他是大胃王 你先满足一下他好不好 对 因为昨天就对到有一个环节是说可以有水饺的时候 据说杨宗伟先生眼睛都亮了 对 就是别的他没有去跟导演很多的去讨论 就这个水饺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馅儿的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包他跟导演 你先要满足他好不好 就是有朋自远方来 好水饺 你吃水饺是需要蘸酱油辣椒什么的 就这样生吃 生吃啊 好 好今天我们也派出我们这个快乐家族的大胃王 超超 你吃水饺是不是也很厉害 我可以啊 但是我今天 我就是吃点多了已经 我就知道 还有这个项目 但是我吃一盘子倒是可以了 就一盘子是15个 一盘15个 你刚才听说只吃一盘子 你有点遗憾的感觉我发现 对不对 在吃之前海涛有什么话要送给杨尊伟 你们俩要正面PK了 你就抓紧吧 我不想吃完我的再吃你的剩下的那些 好的 好 宗伟 宗伟有什么话要还给他 你就照顾好那一盘就可以了 剩下三盘都是你的是不是 感情的 来 开始解扣 我一说 杨宗伟你在加油 我站你这边为你加油 因为海涛他绝对比你吃的多 你要加油 好 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比赛现在开始了 杨宗伟和杜海涛吃饺子大战 这是个什么节目 好粗暴简单的环节 我们观众都看饿了是不是 好恶心啊 海涛 海涛是来势很猛 但是他后续有点不足 我可以一下就秒杀他 一口吃三个 好 一口吃三个来 我们要整个嚼完了才算 嘴巴里面嚼完了才算 他现在整个放在嘴巴里面嚼 好恶 海涛仗着自己脸大 饺子都在脸里塞着 也不厌 塞在里面看不出来 哎 杨宗伟是真舍不得这饺子 海涛要帮他吃他蓝 这个饺子是很狠 好吃的 海涛你好适合去日本发展 那边有一个就是大胃王比赛 真的假的 人已经这盘一盘了 是几盘了 是两盘了 第二盘了 对 它已经腊下了 只要吃一盘了 快 一盘才15个 别吃了 对身体不好 别吃了 大哥 杨宗伟现在剩一个 剩你两个了 你唱个歌吧 剩你两个 海涛 我的量是就一盘 我要是安一盘 这速度吃的 快点 快点 海涛傻子 胡老师偷吃饺子 可以了 可以了 别吃了 别吃了 可以了 别一会牺牲俩 你做一半 别倒台上了 你到时候一辈子 都不想吃饺子 对啊 可以了 他满脸写着一半 他还在偷吃 他真的想吃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牌的 这个真好吃 12345678 杨宗伟吃了22个 12345678 910 11 杜海涛吃了 19个 他还在吃 我使用的是爆发的 他是长劲 我送你一次 送给你在乎的人 杨宗伟舍不得送呀 送之前还是吃了一个 海涛你不得不服啊 他真是爱吃 真的 我以为 我现在本来想的 用长劲爆发力 然后赢了他就行了 结果哥们有长劲 说明唱歌这么多年 对他有帮助 好 要唱什么歌 我忘记了 你忘记了 我跟你说 有时候人会撑傻的 来 我们掌声欢迎杨宗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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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 走过你来世的路 走过你来世的路 想想着 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 你是怎样的孤独 你是怎样的孤独 拿着你给的照片 熟悉的那一条街 只是没了你的画面 我们回不到那天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温柔寒暄 和你挫着聊聊天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看看你最近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欢迎来到我们的 科学实验家 耶 欢迎杨宗伟 加入我们的实验家 对 宗伟你是喜欢科学 喜欢做实验的人吗 嗯 还算是 算是 像我都会去 不是之前有 你有拆过家里什么东西吗 因为好奇 很多耶 像灯啊 灯泡我会把 那个巫师都会把它拆出来 笑 你开了大饼15年了吗 其实有非常多这个 经典的游戏 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一个游戏 把它升级 并且呢 给大家讲讲你们的原理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回顾一下 在快乐大饼 曾经让很多很多观众 觉得非常可爱的 这么这个快乐乒乓的游戏 来请看短片 我们时间是有限的 来准备 开始 加油 好 好厉害 不错 来继续 哎呀哎呀 好 小鱼加油 要用钓鱼的精神 好 好李尹来 再给一个 张大一点嘴巴 张大一点 哦 来来来 各位嘉宾请看好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 来 张大嘴巴 哦 哦 太好玩了 是不是 是 好想现在就玩一下 对对对对 好想在玩 OK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升级 但是在升级之前 我们先来体验一下这个快乐乒乓的游戏 好啊 不过呢既然是体验 我们就会改一个小小的不一样的方式 嗯 我们变成两两合作 后面这个人控制吹风 前面这个人要用嘴来吸住乒乓 是这样的好不好 我们先请我们的黑衣人 把我们的道具推上来 嘿小芳 哈喽 你知道这几个黑衣人 都每天都在开会说 怎么样能够吸更多 红出来 对 他们安排了自己走红的计划 为了帮助小芳迅速的走红 我也给你起了一个英文名字 嘿小芳不要走啊 起了英文名字叫Poker 什么叫Poker 就扑克的意思 扑克的意思 因为脸长得很像 扑克有没有眼 扑扑扑 好 谢谢小芳 好帅啊 首先呢是由我们佳佳 跟那个宗伟 你们俩要配合一下 谁在后面控制吹风 谁在前面负责来接 他在后面吧 我在后面吧 因为他个子比较高 比较好控制一点 好 我们来统计一下 看看一分钟的时间里面 能完成多少个哈 好 来 嘿嘿嘿 预备呗 计时 开始 第一个失败 快了快了 哎 成功了 现在时间过去20秒 好 成功 好 回家的鼻子 改变了气流 所有的方向 好 两个 现在时间过去34秒 他们已经找到了 哦 他们已经找到秘诀 越来越快了 这游戏好心酸 好 四个 漂亮 哦 杨宗伟现在好稳哦 还有最后10秒钟 好 最后5秒 5 4 3 2 哈哈哈哈 米老鼠 哈哈哈哈 时间到了 1 2 3 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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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为什么那么停 中伟在上面 这样好像米老鼠 哈哈哈哈 停在鼻尖 有难度啊 中伟是不是 有难度 好 成绩非常好 那接下来这一组呢 我们有请谢娜和海涛 好 好 你们有难度 因为这纯属盲吹 因为娜娜这么看不见 看不见 对不对 嗯 哈哈 来 预备 杯 计时 开始 哈哈 光看不见首位 谁都不够 哎 哎 真是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这个不算不算 好看 差一点差一点 做哦 漂亮一个 哎呀 海涛嘴唇好厚哦 哎呀 两个 才17秒他就两个了 三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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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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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弄出了一种表演的感觉 ok 漂亮 现在时间过去40秒 娜娜有一种碰运气的感觉 哎 快了 这肯定能成功 现在还有15秒 最后5秒 5 4 3 2 1 哎呀 哎呀 哎呦 其实海涛 海涛算是进入状况很快 但是后来有点不稳 所以是六个 我迎碰泪都给我吹出来了 你告诉我 我这个是吹风对着嘴的时候 有没有 我觉得可能是我 我的逆位看不到 可能就不会那么 ok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海涛不错 但是我们这个只是暖身 让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当时这个游戏 其实我们今天重点不是玩这个 那么接下来玩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把这个原理跟大家讲讲看 为什么气球会停留在空中上下浮动 而不会被吹风直接吹走呢 我们掌声欢迎原理姐 谢谢小芳 谢谢小芳 谢谢 今天的原理有一点特别 我们先从一个小实验开始 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如果你们平行的对着这张纸吹气 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好 先不能吹 先说 先说 这个纸就出去了 好 你拿着出去 海涛 就是给它吹起来了 就刮到地上了 然后维嘉你觉得呢 我觉得它有可能 趴下来 纸会趴下来 对 那终尾你觉得呢 那我应该觉得它会不动 不动 完全不动 好 来 涛涛 我们随机的采访一下我们的观众 请问一下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你觉得如果你吹纸 纸会怎么样呢 跑啊 纸会跑 我就会跑 那接下来我们问一下这边的朋友 你觉得如果这个纸 就是如果吹起来 它会怎么样呢 海涛你飞跳一个最黑的地方 你不是整我们导播吗 你这是 它是什么 纸会在地上吧 它是纸会在地上 等一下 海涛 娜娜 杨宗伟好像都打错了 都不对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试一下 看一下 验证一下 看啊 我现在都说会吹跑 一 二 三 我们再试一次 就是应该趴下啊 我明白了 其实呢 当我们把这个纸这么拱再放到这儿 它本身 它上面的气压和下面的气压是平衡的 所以它可以待在这儿 但是当我平稳的气从下面吹走之后 空气流动起来 于是这个里面的气压变低了之后 上面的气压就会显得比里面的气压大 于是就把这张纸给压趴下了 好 海涛 现在先打它一下 哇 你跟我的答案一样 你好笨啊你 再打你自己一下 再打你自己一下 等一下 由观众来 由观众来打 好不好 对 刚才被打那个红衣服的女孩 我要让白毛女打我 你穿得太像白毛女了 哎呀 这头是爱呀 看得出你是爱我的 刚刚第一个是什么的 刚刚说会跑的那个 会跑的那个是谁 谁说的会跑 你怎么能跑的 你怎么 不对 你傻呀海涛 你刚刚问的是这个 哦 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这个 哦 哎 好开心啊 打了个变 Operale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啊啊啊啊啊啊 科学实验站 起内后 我都站起来灭了你们 长得都跟蹬跑一样 爆了吧 只能说我们的效果好的爆炮 我跟你说 他们要惩罚的就是你 我选择了你 这是倒霉了 哎呀 哎呀 要不让他们两个不相加 好不好 是啊 你这些影响呢 竟然实验现场 陷入不软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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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马上就飞 我们赢了 好 太感谢了 出镜说让娜娜和希希主持会 来来 进入飞艺人 另类飞行大赛大家又将如何运动 严承旭再次做客快乐 F4未播出 中文画面首度曝光 严承旭他自己出来说我好想死 然后我一出来之后他心情变好很多 要走开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Opera Real快乐大本音 我们是快乐加入 那我们的节目呢要感谢运动快乐归人鸟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那这样好了我们接下来用伯努力原理来请原理姐解释一下 为什么气球它不会飞走而是会浮在空中呢 好的因为在我们吹那个球的时候 球是一个圆体 球体 然后它就是四面是受力的嘛 那它两边的那个气流是不是都是向上快速流动的 因为所有当它两边的气压都比中间强的时候 就会力量就会一直压住这个球 往球的中心去锁住这个力 再加上它重力的原因 它就会跟这个风有形成一个抗衡 所以它就可以均匀地在空中摆动了 对不对 谢谢原理姐 原来就说得比较好 就这样讲真的不容易听到 我们直接下面用我们的这个快乐乒乓的升级版的游戏 而且我们会组成两支参赛队伍来进行比较 我们把道具推上来 好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黑衣人 刚才已经认识了一位小芳 这位呢是小鹏 因为她长得很像李亚鹏 对 黑衣人因为准备这个环节太辛苦 所以他们不太愿意理人 男的们 女的们 科学实验战现在新一轮实验开始了 我们首先介绍两队的战友 首先 为大家介绍第一队是我们站的李博士 以及她的队员们内心修缩 外表修缩内心狂野的 杨祖伟先生 那接着另外一队呢 是我们这个无所不能的战长 何战长 还有迷糊的助手 管他 这样看起来我觉得两边是这个 这个不相上向 下面请我们这个两队的这个队友啊 以最快的速度 来做你们待会要做的飞船 就自己设计飞船嘛 对不对 限十一分钟 两队准备 预备备 开始 我们看两队的思路好像不太伤口 我们现在看海涛拿出了一个塑料杯子 然后放在这个气球上面 待会用的这个飞船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 请问何战长现在又在画什么 我们用蓝色的笔在这个气球上面画线 它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会看起来漂亮 做好了 做好了 好 一分钟时间到 时间到 好 请两队队员展示一下自己的创意作品 我们刚才做了这么伟大的一个作品 居然听到观众给它起名叫灯泡 我心都塞了 这难道不是吗 我们这个创意其实是按照飞屋环游记的感觉 就是那种热气球的感觉 它下面呢 我们非常用心地在这个透明的这个杯子里面呢 放了四个区别针和两根这个塑料条 这个呢是为了让它有一个配重 接下来我们非常细心地在这个气球的两边呢 大家注意到有四个对称的点 我们有四个四十五度角的这个小翅膀 就希望形成一个迷你的热气球的感觉 好 给你们创意的作品取一个名字 灯泡 谢谢 好 二位拿着你们的创意作品拍三连拍 几备 开始 一 二 三 好 毫无 毫无默契的一队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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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队 开始呢 杨宗伟 杨宗伟呢 想到 请这位队员 请这位队员离开这个镜头前面啊 好不好 杨宗伟讲一下你开始想的名字 我刚刚开始想一个名字 因为韦家嘛 我叫中韦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环 曲名叫做韦韦 我们压轴 后来这个名字就被否了 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气球轮的感觉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取名叫飞轮海 但是就不太合适 所以最后叫瘋火轮 瘋火轮 好 那下面跟你们的瘋火轮一起合影 一 二 哎 泡倒了 没有脸啦 宗伟没有脸啦 这个你带着有点像二代力贺本 好 那这个我们这个 精彩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在开始之前呢 知道我们快乐大本营都有一个规矩 就是放狠话 首先在气势上压倒敌人 那有请我们的这个何站长 这边 你要是不敢惹我吗 我就把灯泡砸你的头 我们的作品是观众给的名字 能赢 你觉得我们能赢吗 能赢 上帝现在饿了 给每个上帝发点吃的呗 好 没有问题 来 娜娜 花钱 来 给大家买吃的好不好 你们这一队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李队 李队 我们这一队 瘋火轮一定 哎 非常的 谢谢 谢谢对方的客气 就说瘋火轮转起来灭了他们啊 瘋火轮转起来灭了你们 对方有一个成员 大灯泡 小灯泡 长得就跟灯泡一样 爆了吧 回去啊 灯泡说你们灯泡爆了 要我 我就揍他 我只能说我们的效果好的爆棚 我们的瘋火轮转起来灭了你们 我们这样这样不要吵了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先试一下 原来是个歪灯泡 成功 谢谢 这都是观众给我们的爱 我们不是靠 薄努力原理飞起来 我们是因为观众的爱 才飞了起来 好 我觉得一件作品不但要飞得起来 更重要的它要是美观 这样给大家视觉和感觉上两重享受 来看看我们的 观众朋友祝福一下我们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我们这一轮这个已经看到了啊 这个飞起来非常的好看 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和站长 谁说我们的灯泡不美观 你们看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要看真把式 不要看假把式 是吧 我们看这边呢是颜色比较多 看起来是好看一点 这边呢看起来是稍微比较怂 但不一定它的效果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和站长 和站长 你们这队呢虽然说用了心思 但是因为对手攻击这个司仪 所以你们这队取消了他赛资资格 错 错 我们的队我们的队友没有在攻击司仪 他们觉得司仪在这么暴热的天气下 主持节目太辛苦 再给你吹风 就是热风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我们马上就飞 好 没有问题 是fire掉了吗 对了 请这边获奖感言 我们赢了 太感谢了 别别别 我们有精心做了一个游戏的道具 评委对我们真好 还是要把道具拿上一下 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黑衣人 上来 当初就说让娜娜和欣欣主持会 来 进入黑衣人 来到我们的鸟人飞行王 飞球大赛游戏规则 两队进行PK 用吹风机运送自己的飞球 穿过四关障碍到达终点 运送过程中 无论飞球在任何地方落地 都必须回到第一关重新开始 运送速度最快的一队获胜 输方接受最终惩罚 李队派出的是杨宗伟 哇漂亮啊 哇 好 失败 好 来进来来给我们掌声好不好 谢谢 好谢谢 走走走走 还没有出还没有出 还没有出还没有出 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始 来准备准备 好走 好走 风火轮出发 走 漂亮 好 第一关 好我们的那个 啊 放火轮要在上面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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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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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办法 可以可以 漂亮漂亮漂亮 好好好我们这一队 这队何老师开始 来你们在旁边练一下 吹风鸡啊 吹风鸡 来 吹风鸡 来 吹风鸡 你们这边就直接 又嘴一吹 回来 回来 你直接不等人 对 回站长 回站长加油 这次由何站长自己出发 来 准备好了 回站长 出发 神色非常的严肃 他这个时候是绝对不会笑的 谁要惹他笑的话 他恨死谁了 回站长带着一个写着美观的灯泡出发 完了 他们输了 他们气球破了 他们输了 有备用的 有备用的 来 回站长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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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站长 回站长貌似就是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一副就是 好 快快快 快回去 快回去 放火轮 放火轮 来 我们游戏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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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发觉 第三关 第三关 最难的第三关来了 就不信你过得去那么多刀 好 我惊喜地发现 就是李队长后面这位助手 非常地不会李这根线 现在线已经快长了 最后敲铃 敲铃 太激动了 能不能敲吗 马上成功了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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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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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风火轮 我看好你们 来 我们请观众 为你们自己命名的作品 请加油 好不好 来吧 灯泡可以准备 加油 出发 肩膿泡油 肩膿泡 肩膿泡 好像玩这个还行 肩膿泡 加油 肩膿泡 别太得意 有撞到吗 刚才差一点点碰到零 有撞到零吗 就比 就差一秒钟 那既然现在两队 都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两队最后的用时 李队的用时是 一分十三秒 而何队用时是 四十五秒 那我想请一个观众 来试一下 真的很难 这位蓝衣少女 你想试 你就拿何老师那个吧 还是风火轮 娜姐喜欢哪一个 你看着观众啊你 选个富贵一点的吧 风火轮好不好 为什么不选美观的呢 因为你是一个人上来的 所以你没有助手 你自己要吹自己理线 好吗 小蓝又叫贝贝 因为她喜欢背对的观众 加油蓝贝贝 好蓝贝贝 不是要跨过去 跨过去 蓝贝贝呈现在失控的状态 来 现在蓝贝贝要跨过去 跨呀 你别躲呀 你跨呀 没地方退了 姑娘 你跨呀 蓝贝贝你去哪儿啊 再送你一程 快 快 蓝贝贝 贝贝 再这样 蓝贝贝就是马蓝山了 来跨过去 来跨 小心台阶 你倒是跨过去了 可是风火轮掉了呀 确实不容易 我们谢谢蓝贝贝 谢谢 来 谢谢 好 我们这样 我们刚才这个比赛游戏 输了的肯定有惩罚 什么样的惩罚 惩罚其实挺残酷的 就是要把 什么 过第三关 过第三关 是自己这么生错过第三关 为什么 妹妹长得挺善良 怎么心这么狠 妹妹要不要先来做个吃饭 妹妹最近没少看甄嬛传吧 下的招甚是毒辣呀 来来来来 好吧 其实我们惩罚就是要把你们的飞行器 在你们的头上扎碎 对 如果是这个 就是像这个写着美观 这个是要两个人用头把它挤爆 但是美观赢了 赢了 那是你们 好吧 那我们写黑衣 我都不玩得那么好天使 好残忍 对啊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导演说的 我又怕 后宫险恶呀 好残忍 我最怕这个环境 那就有核对的两位 我跟你说 他们要惩罚的就是你 我选择了你 这是倒霉了 要不然 他们两个互相扎 是啊 他扎他 扎之前要说 说一句埋怨对方的话 这也太甄嬛转了吧 对对对 对对 好 哎 闭上眼睛我没办法刺啊 来吧 啊 光临 超响吧 加克 加克 说什么 快点快点快点 哈哈 听不见了 朋友们朋友们 杨宗伟等着呢 哈哈哈 回家你要说一句那种很 很阴险毒辣的 然后那个 昨天在皇上那呆了一碗 哈哈哈 呦你还扎不过 来吧 哈哈 换一个换一个 这个这个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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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个都要扎吗 哦 对对对 每个都要扎 每个都要扎 扎一个好了 好 每个都扎肯定聋了 是吗 完全听不到 是吗 啊 哈哈 啊 啊 啊 好嘞 vagy trusted 这是 第三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